6月7号他们四库在搞这个年终活动的时候 当时买了好几万 因为有很多嘛 从衣服到这个化妆品 有一件那个麦斯玛拉的马甲 马甲的话呢 就是6月7号下的单 然后现在一直都没有发货 林女士说 麦斯玛拉是一个意大利品牌 这件马甲的价格是1370块钱 四库平台的商品页面上写着 7到20个工作日之内送达 可现在已经过去5个月了 订单还是显示 仓库正在配货 他跟客服沟通过 对方告诉他 受疫情影响 现在缺货 疫情我们也都理解的 如果说你超出一两个月 那你跟我说没货了 我说我退货也是可以的 已经5个多月了 你为什么一直都没有跟我联系过 那现在就很尴尬 就是说我现在5个多月 我选择退货 我毕竟我已经等了这么久了 前面就白等了 对 前面就白等了 然后如果说我不退货的话 那我也有面临一个风险 就是他一直都没有货 我说退款 那这个怎么算的 这么长时间 他说我赔偿你20块钱的优惠券 对我来说的话 其实你给不给我 我无所谓的 关键是20块钱优惠券 在他们这上面 那都挺贵的 是的呀 对呀 所以我就说这个价值太低了 我说我也不需要 林女士还是想尽快拿到这件衣服 她希望四库奢侈品平台的客服能告诉她 到底还要等多久 在6月份的时候是客户已经是提交了订单 然后的话我们这边就是在采购的过程中的话是商家说是一个缺货的状态 那你们就卖之前有没有跟商家确认过量够不够 我们这边的话也是按照流程来的 因为是客户把就是把钱付给我们 我们是为他去申请采购 他这个大概还要多久 这个订单的话我也要商报给领导 让领导去进行进一步的处理 因为他们要跟仓储里面合适和联系 他买的这个东西的这个页面上写的7到20个工作日内送达 那现在他已经等了半年 你们上面既然写了7到20个工作日送达 那你们就应该履行自己的这么一个承诺 是吧 那如果说你履行不了 你实际不符那我个人建议你们这应该要更改掉 是不是 这个确实是抱歉 我这边也为您商报一下吧 林女士说 四库奢侈品平台 他已经用了三四年了 消费了近10万块钱 每年还交了200块钱会员费 现在却问不到一件衣服具体出货时间 体验很不好 那我想现在你双11的这个活动 你们力度又很大 那么如果其他的消费者又碰到了同样的情况 那么你们这个APP肯定要做出解释的 是吧 记者看了看 林女士这款衣服现在已经无法下单了 四库奢侈品平台客服 记下了林女士的号码 表示接下来会安排专人跟林女士对接 并处理好此事 18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